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达,观念的更新,而有巨大的改变,生活中的种种都受到影响,但在多变的外貌下,总还有着亘古不变的真理。 禅宗佛法,亦复如是。 此次禅期,由堪称现代维摩节的南淮锦先生主持,定名为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 他以新时代的风格,不分教派,应激而说,深入浅出,建立精辟,生动活泼,引人入身。 令人浑然忘我,不知时光流逝。 有别于千百年来传统教化方式,呈现出禅宗佛法生活化的另一番新风貌。 禅宗佛法,我们都知道,在佛教里头标榜,是教外遗传。 禅宗佛法,我们都知道,在佛教里头标榜,是教外遗传。 禅宗佛法,就是一切伏征,正论,一切教里,佛教的征典的道理以外,教外遗传。 禅宗佛法,特别的传情,这个特别的传情啊,也可以说是很秘密的。 当一个时代水落演变下去的时候,它也更大水落下去,几乎给中国文化史,给中国一部大历史,同一步调。 为ики的故事都捉到敌串 combent仇。 那麽斩中定盛的时候,在圣堂到终堂,这个时候醒起,声光起来。 开光光起来。 所以,这些为六子 哦,五子、六子,这个改� 다양,都是初堂,又在堂高中,吴宰天。 所谓六阻,五阻六阻这个改�ippers,都是初堂圈。 这个时候展中等于一个秘密的 真正的密宗的密宗的团圈 大家都很敬佩很难找到 慢慢到了六祖以后 当然他又在广东扫关 我们这个弘法 那么全六祖的日午生都在 这些故事你们大概现在交通方面都去看过 不多讲了 那么这个时候有两位 关于展中历史中国文化历史有很大关系的 两位六祖的弟子 一个是男友就是在湖南怀上禅师 一个是青月江西兴师禅师 男友怀上青月兴师 这都是六祖当时的 对禅宗训法的弟子,楚家人 这个时候禅宗在中国, 在南方在迅行 北方的 dévelop neighborhoods 生活代谢很少数 北方这个时候 他讲教理修书 副教的修书思想比较深深 这个禅宗呢 并不是说不注重修书思想 是注重智慧的成就教外别传 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的和尚 就是我们提到的马祝 他在家书马四川青都人 他的修家的发明叫道义产士 不过后世江禅宗啊 不大管他这个发明 反正和尚预备取个名嘛 他也不想名 反正啊大家喜欢呢 最根最大底啊 喜欢叫他在家的 他在家生马 马祖是这样来 我们前天讲过 这个不是美洲的那位马祖 美洲的马祖姓领师女的 也叫领妹娘 美洲的马祖是另外一件事 马祖庙在全国都有 到了全国其他的地方 不叫马祖庙 叫天后宫 也就是马祖庙 很多的 这是另一件事 这是另一件事 马祖道遗产师啊 是全人 他在 恒山南又恒山不难 一个人在山上 非常用功 等于现在我听说 你们同学里头有几位青年 出家里 都非常用功 单独在一个地方 一天都还打坐 用功的不了 他都打坐 这个 一天还叫做个七八次 八九次 还叫强坐在那里 当然你这个里头要追问了 他有没有看过佛针 看过佛法 当然 有的 不看佛杀 不看佛杀 不看在那里打坐干什么 他就要清福嘛 清道 清道 那么 怀壤产师呢 他也倒去想找青年人 把这个 产中的 新法 传统集成下去 听说 湖南 山上横山上 有个年轻的 马祖的 所谓现在的画像 这个画像 不是构画 唐朝已经有 找人像 他做 很威念 气派很大 那在当地看到 有个和尚 长得很魁梧 气派很大 可是非常用功 都很赔了 怀壤前世 我听到了 就到男友去找他 找他 就跟你称呼 让他找到了 在那里打坐 不想我们了 不想你们主委 你们到底不是 不姓马 不是马祖 耶稣的马祖 不知道 为什么说不想我们 他在那里 毛孔来打坐 怀难 老胡扬 在他前面 转来转去看他 他眼睛都不会 张开 都看你 他都不管 不想我们 不想我们 什么意思啊 你们听到一点感情 我过头来看看 有个人 来我正在打坐 老胡扬 叫我很好 特别好 断一下肩膀 给他看看 你看我做得 做了不起 他没有 他不看 这个怀难禅师啊 看了半天 大概不止一天 因为我们 这个记录上 不会那么强行 叫厂里 这是我编的 这两句 是我编的 前面都是 一定是去了好几次 试探 看了好几次 没 居然不动 对 对 用他功 不理了 哈 这个怀难禅师的教育法来了 就是中国王 中国的历史上 也就是禅忠师到处有名的故事啊 这个 怀难禅师也不说 以后就贴贴去 但是这个年轻人在那儿打坐 做得好好 他弄一块砖头 弄一块砖头 弄一块水 就在他前面一块石头上 弄得有点距离啊 这木砖 他很大也可以 他拿去摟过这个砖 梅佐大至他就摟他的砖 govic 每天都好 太大的 他的文化會影響一切多年的大人物 盤木磚 無論他不理 還不管 有一天媽就 正在坐 忽然張克也能 想到了 這個老夫人好像來了好幾天 在那裡搞個什麼鬼啊 那奶也下桌了 就看了 她說老師傅啊 你幹什麼 她問我母磚啊 她磚母去幹什麼 她說我沒有症状 向母磚做個症状 哎呀媽就是你 這不是開玩笑嗎 她說你這不是開玩笑嗎 母磚其能做症嗎 一個磚頭母了還能夠做症是嗎 然後老夫人說哦這樣 她說你這位年輕師傅在這幹什麼 你這個年輕人 她說打座啊 她說你這打座幹什麼 打座要征服啊 她說母磚不能做症 打座哪裡能夠征服啊 最棒打下去了 哦這個很嚴重啊 她正是一打座收定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教育法 她不該把他多獎做母磚 所以歷史上有名是母磚做症的過世 就存在馬族了 母磚做症 不行啊 不要出來 所以你 征服還遠呢 母磚其能做症 她說那打座也能征服啊 這下馬族到底是不同的人物啊 被她這一棒子 無形的棒子打下來 扔住了 換句話 正是本人本身對义之主啊 這個老人來把他批駁的 沒有讓他不值錢 實際上這個邏輯用得好 這種邏輯的用法在英明 叫做余 用比喻 給人家對照一種邏輯方法 母磚其能做症 他能打座也能征服嗎 哎呀 扔了這麼多 他小的 碰到高手了 那 這位年征服 讓媽祖就確實起來了 他老師父 你說成功之路 應該怎麼辦 快讓禪師告訴他 他有個懷子啊 我也有個懷子 我只是找個牛主來看看 這個 他說我問你啊 批日一步 以前讓人們要去車了 牛托車走路 那個車子就不動了 打牛好啊 打車子呢 幹車啊 應該幹牛呢 這個牛車 車子拖不動了 你看說 要打牛呢 還是打車子啊 這個玩笑 懷上染色 這就是傳宗的 這些大師們的教育手法 他們沒有在大學什麼 哪個教育博士呢 用不著人家教的 自己的 哪個智慧 創作的每一句 每一動 每一句說話 給後世要說 教育法的話 都是國師級以上的 怎麼那麼高呢 他譬如 一個牛車走不動了 應該打牛 還是應該打車子呢 明來佛學院的同學們 不管 男的女的 比丘還比丘 請那一位說 應該打什麼 這個牛是什麼 去讀什麼 我們其他的人不打呼 請明來佛學院的同學們 哪跟我們講的舉手 好 過去了 我們不談了 這個 現在我們來分析 現在不是你打壞了 我們亂扯了 我們這個身體呀 我們這個身體呀 是個車座 工具哦 不過呢 一個奶的一個女的 叫做我們的媽媽 我們的爸爸 兩個人活著了一個機器 就是我們的身體 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活著 這一部車座 總算從兩老那裡寄來 用幾十年也好 一百年也好 到底是個工具 是我們這個生命肉體的機器扭車 這個車子能夠拖得動的 以前不是汽油 不是機器駕駛扭了 這個扭 就是我們心 精神 你說車子拖不動 打扭好啊 打車子好 老天父 馬祖因池 一 grated著頭 就扶了懷仰蕭 就在他那裏得到 從此以後 馬祖這個名氣是非常大 可是它沒有過妙國皇后一代 他一生 所以从马祖手下 他教育出来 他后来的教育法是更特别的很多 从他手下 所谓在唐代 在他教育出来变成大事的 七十二位 所以马祖梦下出七十二元 大善知识 七十二位大将大元帅 文化的大将文化大元帅 所以这个全国的 一切都知道的三家的文化 受他印象多大 他的手下 七十二元 大善知识 我们提到有三禅师 也就是他的第一十一 多了不起 可是马祖 星光那么大 四川人 四川人 一听到 江南 有一位大师 道义全师 道义全师 道望之高 高得不得了 想办法请他回 四川来 到青都来 大善知识 又想回去看看 他到了青都 啊 多少人出来拧接他 一见一看 谁啊 他的 现在青都还有没有 不知道我们在青都的 这几位老朋友 北门有个搏鸡盖,买搏鸡的。 一看了,大家说,哎哟,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妈搏鸡的儿子嘛! 人就是这样,回到家下, 妈,她的父母买做老公的那个竹子,别叫搏鸡。 妈搏鸡的家事不够高明,不够学,味道就两样。 妈主笑了,最后妈主讲两句话, 修道不幻乡,幻乡道不乡。 当然不一定了,你们也听了,这是讲她的故事, 修道不幻乡,幻乡道不乡。 这是当然, 只非你主要统治天下的帝王人家,怕你那个船尾动不动宅了你。 四十日出, 修道不幻乡,就给我们插过来。 拿破仑也讲过的,这是拿破仑话,有人随便引用出来。 一辈子是她的太太, 懂她的乡乡病,这个老病跟她的。 这两个人在前面, 永远她不是阴神。 是这个道理。 越清正了。 当年看你长大的, 尤其是家乡的老头子。 这位大师, 当时小孩子, 我知道了, 我还拉过他耳朵呢。 算不能这样讲。 你大师, 等于朱岳将当皇帝。 朱岳将当孙女将, 都是朱岳将杀人很多。 他也很有感情的。 所以朱岳将当了皇帝。 当时, 有位一起的, 年轻的, 小兄弟, 在罗南, 在弄成苦的时候, 叫田兴, 这个人也像了不起的英雄。 朱岳将当了皇帝的时候, 下命令, 全国叫田兴, 不出来。 武功很高。 田兴, 很了不起。 后来, 朱岳将一定当了皇帝。 非常怀念他, 一路叫他们。 后来有人, 地方让报告, 有个地方上来。 地方除了虎斋, 老虎, 附灾老虎。 结果有一个人, 一个人打死了好几头老虎, 为地方取害。 朱岳将一切都报告, 没有第二人一定是天心。 叫自己的秘书, 秘书讲皇帝前面这个时候, 他书读得不太好, 不过很用功, 他也会了。 当和尚出生, 和尚去花园, 碰到大摘荒, 花园也划不到, 套饭也套不来, 别的没有办法, 再请你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以后, 有一天在宫廷里头, 给他的老婆马皇后, 历史上第一个, 可以说第二个, 先后, 在老婆的大腿上一拍, 看我们老婆当年, 我还没有饭吃, 出来乱干, 谁都知道, 今天我当了皇帝, 你住了皇后啊。 他在家里这样, 玩玩。 这个夫妇直接平常的话, 他将来一拍太太的大腿, 皇后大腿, 就出去, 旁边两个太监, 这个马皇后再了解, 旁边两个太太, 你刚才都看到, 听到了, 等一下皇上回来, 你就撒你的头了, 你赶快两个, 一个给我装哑巴, 一个给我装笼子啊, 千万哦, 什么都没有听见, 更不要说, 拍我的腿啊, 讲这些话, 不能来。 等一下旁边两个太太, 我说一下, 哎, 不对, 死了皇帝的为年, 赶快回来, 都看见那两个太太, 我刚才讲什么的, 一个装哑巴, 这个马皇后讲话, 哎呀, 皇上, 你不要读心了, 一个笼子, 一个哑巴, 嗯, 那好, 出去, 不然他就杀了他, 所以马皇后一辈子, 真是了不起, 好多的好事, 所以马皇后死了以后, 周月璋, 一辈子, 没有再讨第二个太太, 没有离第二个皇后, 非自己有了, 但是这个正位始终虚学, 她怀念她, 啊, 疯难的夫妻, 那么好, 又去马皇后死的时候, 周月璋, 想象极了, 这个疯难啊, 创业的夫妻, 同时起了革命的啊, 没有饭吃的太太, 偷了饼给她吃, 偷饼偷出来在家里, 放在怀里把一只奶奶太烫了 烫坏了 这样的感情和恩情 所以他难过极了 不过朱越江到底那行 这个和尚 他非要持财产失来聚和不可 这个宋先生要这位大和尚 朱越江统治西藏 你看本事使用的是 那个内行就是那 西藏派兵什么搞的 那太麻烦了 花样多得很 他在明朝去 把你要周越江去 派两个中国大师湖上一到西藏 宗教外交宗教政治 太太平平的 这个湖上当时 吃他产事 就将台州人温州改变 黄耀明去问好 他妈皇后死了 后来吃他产事 他就派他到西藏蒙古这一带 不是什么官呢 就是给一个封号就正去了 一个西藏一个蒙古 一个和尚一手就安抚下来就平了 这就是大政治家 因为他那个和尚出生 因为他内行复发他懂 所以妈皇后死了 又碰到出病的那一天 当然许多叫天文官 看这个日子看好的 要出病 下大雨啊 气质这个周越江这个手 他外面已经有一点大梗 我看来此人当时肝膳有癌症 还在脑子有什么东西 没有朱医师也不去给他看一下 你们统统的 朱医生 所以脾气特别大乱杀人 一杀人 马皇后一讲啊 他要说就不杀了 马皇后死了 后来死的人更多 那啥的 当然他有点生理变态 为什么变态 所有当领袖的人都有生理变态 我告诉你们 也叫历史的注意 当领袖的人一个什么生理变态呢 非常自卑感的傲慢 天下人骄傲的人一定很自卑的 没有自卑感的人绝不骄傲 哎呀什么连不去 自卑感的人 你看我 你不要看我不起兄弟像 给老子不得了 所以头这么一敲 没有怎么办 跟他敲个什么头啊 累死了管他 你看到我起 也吃了两万半 看我不起也吃两万半 管你干什么屁事啊 只有自卑感的朱医生 虽然当那皇帝 因为如此接纳困苦的求生 生怕这些下面人看他不起 自卑感一来 就是变态生理的精神病 周医师对不对 你们老祖宗啊 当然你是看脑课不看生理课的 生理课就是变态生理 结果要赶快快马成中 痴态生理课来走上 结果痴态生理课 实际又拼命赶 从浙江赶到南征啊 他的手住在南征啊 那个时候有没有区域 改完 他已经气得不得了了 又要杀人了 这些白三世纳团 这个紫山委员会要踩了 大家吓得发抖啊 然后啊 这位皇上到了 他看到他来 心里说回他 出兵吧 叫时间 最后下大雨 周医生趋势了 老婚姨也到 这个婚姨也不少 跟他来年纪差不多了 观摩一句说绝着了 就吃在他 下雨天流泪 都是结江人的结江口音的诗 内蒙大雷啊 内蒙地法哀啊 西方就拿走 他带来一大批和尚来 同送马如来 哦呦 他非常高兴啊 马皇好幸福的 西方就拿走 同送 我们这些所有的和尚来送上 同送马如来 那 拿走 拿着不是这个拿 衣服旁边的 你只要把他这个 和尚拿进去了 不得了 同送马如来 你看看 你们走 将来年轻多大 和尚大事 这个是不是 不能够与些做好的 是 产宗的疾风 领机就出来了 啊 周院长这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到讲回来了 所以讲到 刚才还要讲 马祝呢 修道不反乡 反乡到不乡 不要说 马祝是个胡人 周院长长就说 他那个点心不来 他就叫一些 秘书讲都是 正式喊人修问号 你学生给我请他 非来报告 大家把代表皇帝学生 拿了稿子给他看 拿文章当然很美 学生 哎呀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那个兄弟啊 天生啊 看来你们的文章 才更不来了 我来 自己来 他拿出像百花生 我现在完全记不得 好大很有资料 我写个铁生 你能有什么事 好 他写个铁生 像终结的百花王是吧 远章是远章 老国啊 贴老国啊 朱月章还是朱月章 皇帝是皇帝 你来嘛 看我的朱月章 不是看大明朝的皇帝 有种的 我将来 给老子有种的 你就来 太好了 这就是 真感情 那两个好朋友 黄帝是皇帝嘛 朱月章 朱月章 现在朱月章要你来啊 不是黄帝要你来 你是来看朱月章 不是看黄帝啊 你有种的故将来 铁生就来了 还这一封信他来了 来拿给他盘远好久 不就官就走了 干嘛 这个人宁安了 后来历史上也说比他杀了 不过呢 查不到证据 反正他生不就他的官 他说要么自己当皇帝 现在天下一定是属于你 是你住的 我不干 就是这样 朋友还是好朋友 朱月章也很念旧啊 他倒霉的时候啊 在乡村的种田呢 他做皇帝 除了天生以外 也像那些种田的乡下人啊 当年在一起的请征来到皇宫 他也请了好几个来 结果都给他杀了 为什么杀 这些乡巴老 种田的一个斗大的字 还认不得一个 然后皇帝请来做朋友 在皇宫里又穿得好 也吃得好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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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阳门大会堂 玩得很舒服 再后有空呢 给这些部长大厂来讲说 哦他皇帝 你不知道啊 皇帝当年给老总捞啊 打他屁股一拳 就把他腰都打得多了 他叫哎呦呃 这个漫漫话就传到他 你好好在那里玩啊 吃啊 很舒服 你将他当年又给你拳头打到 屁股踢下去了 什么 滚倒了 那时候毫无道理 什么 跟老子都怪的 宰呀 那主要当皇帝可以啊 这个马祖不可以啊 所以他回到家乡里 他这个马不及得而来 所以他过来 相传 另外一道是相传了 他回到请多 自利益了一个人 利益什么人 他的嫂嫂 他的嫂嫂倒非常姓 这个叔叔啊 出家的叔叔马祖 一定得到了 很虔诚相信 别人看不上眼 他相信 他要马祖传给他 扶法 马祖是开玩笑 精灯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故事 查物诗句也有这个传说 我也在四川程度跟来 他告诉小小 你要修复 想得到情复很容易 你弄个鸡蛋 挂在墙头 每一天早上晚上 在这家庭 有一天鸡蛋跟你说话 你就得到了 这个嫂嫂就很相信 就把弄个鸡蛋挂在墙头 墙头 鸡蛋怎么挂啊 我请问你们 主委 一定有个办法挂起来的 鸡蛋挂到 悬空挂到 这个嫂嫂就叫马祖的办法 叫人家去听听 晚上睡觉以前也去听听 听了好久好几年 出来这个鸡蛋掉下 咚打破了 少少开悟了 大乔大乌 也得到 这是听来的 这讲马祖的 后来产宗的弘扬教育法 马祖是后来的江西一带 这个等于现在讲 就是一个 他的声光之下 自然形成了一个大熟熟悦 所以下面出家代家 都跟他的很多了 他的这一帝子也有好久 其实都为最重要的一个 是白将产世 是马祖白将 白将这个是道号 是白将筛 那个筛名 实际上很高 年轻的时候 像你们这样年轻的 跟到师父啊 妈祖啊 就世哉 所谓世哉 就招呼师父 属于世哉旁边 这个世哉 你们都知道 这个 在师父旁边 好几年 两三年 做世哉 很勤劳 也勤肯学法 有一天 晚上 晚变了 旁晚 妈祖啊 出来散步 看我们呀 精神啊 醒醒了 一个人 师父出门 出山门外 散散步 是在年轻的白将 跟着旁边 江西一带 野牙子很多 水牙子 江西湖北这一带 都很多的 野牙子 又是江西 很多的野牙子 我们那也有 晚变到 一阵野牙子 飞起来 噗 就飞了 他正在走 白将也正跟在旁边 看到 很好的风筝 这个画面 一阵野牙子 飞过来 马祖就看到 就问 哪里去啊 他飞走了 他是回转来 就把他鼻子捏 哎呦 他就哎呦 蹬下去了 马祖说 你怎么不说飞走了呢 这个教育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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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牙子 哪里去了 什么地方去了 他飞走了 飞过去也 飞走了 飞过去了 所以他扭他鼻子 等他就哎呦 说 他说你怎么不说 不说飞过去了呢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叫禅话头 那么禅宗后世 这样的方法叫禅公安 把古人怎么开悟的这个故事 这个历史的真实的故事 再来禅一下 禅公安后世就比较少了禅堂的 所以清末以后的禅堂 只晓得插一个死的话头 念佛日水了 插公安头 比较哼哼哼哼哼 那么过去呢 明朝之间呢 插公安比较多 清朝以后就插死话头了 这个就是公安 白昌怎么开悟 然后鼻子鸟痛了 他就说 你怎么再不说飞过去了呢 白昌不大话了 马就还在门口看风筝啊好 做什么好没有记载啊 白昌就离开跑会放开 在他的疗房里就痛哭起来 哭了 这一哭啊 同学们也好 同学请政室 问他 你怎么哭了 他也不知道 你想家啊 想回家过年啊 那你想什么啊 为什么哭了 那你想什么啊 他说 我的鼻子给师父扭痛啊 这个同学们想 这个也不是了不起的事 师父平常也不会 有没有 你怎么扭去 你的鼻子 两起关 跑去问马主 马主听了笑笑的 他说 哎 师父 什么事啊 问那个海师兄啊 在旁边的大哭 我問他,想回家嗎? 他說,你把他鼻子扭通了。 這個媽祖大發笑了, 他說,他會啦! 就這句話,他會啦! 是禪宗的腹發一點, 沒有用什麼網章啊, 你們這些大修兵演的講一句話, 通通的網去弄個東西來, 又說供養了,給你就給你了嘛, 什麼供養,供個什麼樣啊? 弄個送信來,這個發聲了,發聲了, 我要,你給我好不好? 乾脆拉倒, 我這個人不會讀書, 在書來講真話。 你們書閱讀多了,滿口的父話, 一口的素女,人家都聽不懂的。 他還說,看殘留總是講話, 馬主說,沒有人家, 他說,海事這樣, 他說,哈! 擺帐啊,會啦! 這個孫孫孫孟也跑回來, 看什麼這樣? 首輩啦, 說我師傅,師傅,師傅。 他說,你會啦! 他就哈哈!大笑! 所以一下哭一下笑 为了什么 这个古诗后面还很多 他还是照旧做事者 这一下做事者不同了 妈祖是大产师 向他们说话 他两个师徒 白杖给妈祖盖盖 丛领创败的 宗教就是副教的宗教盖盟家 不管一切 就借了所有大家集体共修 那个时候还没有起来残堂 就是集体一起修 大家种田 自己自闻生活 这个丛领制度就是他两师徒 所以丛领将白杖称规 就是他搞的 那么这个阁段 妈祖他们兴拜了贵族 妈祖向堂 就说我们这样 坐在上面 开始讲课了 做一个看看 这个讲台上面 有个竹链子挂下来 一上来以后 把竹链子拿起来 开始讲课了 他说马祖上来要讲课了 白杖就实在 要把竹链子拿起来 等到马祖一说 坐上去还没有开口 白杖把竹链子拿了一半 哗就放下来 走了 这样玩 这就是传宗做法 所以 马祖一声都不想 也不发脾气 与马祖的威念 那假设不对了 还得了 不发 回去 回去自己 两方放张 也打坐着 大家也过来站着旁边 他说 刚才我还没有说法呢 你为什么把链子放下 这个白杖还没有打扶他 他放干旁边 过去人用的 清洁剂 清洁剂 叫浮沉 用动物的尾巴 做出来 就是现在打干净的 鸡帽打走了 那个时候不用鸡帽 用马尾啊 这个白杖就看看 那个东西 他说 马祖就把这东西拿来放下 他说 我刚才还没有说法 你为什么就把链子拿 本章就看那个东西 然后就转过来看这个东西 就把他说 就把这个链子拿来放下 只此用 离此用 即此用 离此用 六个字 两句话 后来记下来这六个字 记此用 离此用 马祖一听 有没有加乱讲两个字不知道 还是赶紧把那个放回去 马祖一听 补来一句 哈人远话 记此用 离此用 这些详细的夜生活前后还有的跌倒 你们翻五灯会员 翻紫月楼 还叫翻全灯楼这一段 这些叫做参公案 而被让阐事的法女 灵光都要众头更成 心胜无染 本自圆形 灵光都要众头更成 心胜无染 跟着什么样 不是 心胜无染 广州人生 大力王月 几十五五 心胜无染 本还有两句啊 翻一翻 反正他们几位啊 我们一般同学老的呀好嫩的呀好 跟我好多年一提都清楚 到时间都完了 我讲都对了老师我早就想到了 我不讲老师我也不知道 都很高明的 还少两句明白的 灵光都要肿头根层 体路真相不具文字 生生无缘本字完成 代理往外 体路真相不具文字 那你看我表演给你看 我的笔记本就自己带了 他们同学当年也懂你们一样 懂不懂笔记本呢 记了多少次啊不行 现在叫他帮我想不可能 所以我知道 求人不如求急 怕这老头就自己来 就出来了 这些古老板很古啊 古到上过去 灵光都要肿头根层 体路真相不具文字 生生无缘本字 愿人 带力往月去如若佛 很多心法都传给大家了 他说我们自己本身本身本来在这里嘛 即使不变呢 你要无想无念 那个无念无想不是你去无念 你去无想 这个妄想心理根本不在你里头停留啊 他本来没有跟的就是无想 本来没有跟所以叫无念 然后一切无所为空 无所为有 这个自身的灵光都要啊 种族根层什么根啊 眼睛耳朵身体就是头脑 这些都是根 生理的 尘什么是尘啊 外面无理事该 声光电话都是尘 我们自身是离开五指的 离开肉体的 他不需要自己本来一切生理啊 一切无理事该起的作用都靠他来 所以冷光都要脱离开 解脱了根层 你只要眼睛射不见 腾儿不闻不是故意做的 也不要故意压把念头压制下去 这几个本来还没有现成 体露增长 他全体显露了 他的永恒存在不生不面的一个东西 不具蚊子 你叫他的佛也好 叫他作圣也好 叫他道也好 叫他祖宗也好 像帝也好 你叫他哈不冷灯也可以 他也不怪你 那体露增长不具蚊子 心生污染 我们自身自身的本体 本不受任何东西的染污 好的不受好的染污 也不受坏的染污 本来现成的 那么你怎么用功 台里往日 一切野牙子飞过去了 马祖宏摆脏 马祖宏摆脏 对不对 就是什么 野牙子 哪里去了 飞过去了 从那个真刚刚才说 过去生不可得 现在生不可得 未来生不可得 不一样啊 现在我们假设问我们这几位老朋友 当年文化大革命 你们怎么哎呀 野牙子飞过去了 那管他个屁 过去就过去了嘛 就这个道理 所以带离网约 离了一切梦想音乐 此生正在寄俗入福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恩爱 一切的勇华 一切的困难都飞过去了 只要离开这些网约 当下一念称正刚才晚上这一堂做的呢 就是如 如佛 如如两个字形容 不动 本来不动 称正的意思 但是注意哦 这两个字不一定就本来不动的解释 如人这么说 好像 好像差不多像啦 就是佛啦 所以佛中望翻译 这个佛不是以故人就代表了 就是宇宙生命 动我们生命的根根 这个翻译叫做如来 如来并不是代表释迦牟尼佛 所有成佛的人 它的种情代号就是如来 你要知道 这个如来 是翻译用的 所以翻译用的太妙 如来好像来过 释迦牟尼佛好像来过 就啦 但是你看好像来过 可不可以翻译如去呢 你可不可以翻译如去呢 可以 古文正正不翻译如来 翻译如去 后来也就来 以文秀的气味来讲 如去两个字 不是翻译如来好 但是如去在哪里呢 十个名号里头 就已经用了 用来说叫善逝 逝过去了 善欲过去 善欲逃避 善欲走了 十个名号就也翻译善逝 是如来如去 所以代理王人 既如如福 哎你看现在余小姐也上来 叶牙子飞骨去了 一般的伏法 见收伐门 到达了讲道里 而可以证入 讲道里可以证入 有形象可以证入 有方法可以证入 都是如来惨 比如刚才讲的 刚才讲的 马祖白将石头的这个公案 这个故事 白将产师后来说法 就那我们刚才跟你讲的 他的说法是法女 因为他不 当然不能说她 是佛 只好叫她的祖师 但是孔子一切没有信任 孔子以后 谁也不敢从信任 化风了个时代 史詹默尼佛一切 史詹默尼佛说有佛 佛可以这样讲 别人不敢说 史詹默尼佛以后 到现在没有第二佛 总是有也不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像白将产师 所说的法女 灵光都要 你们体会一下 再打去做来 不打坐跟随 现在就可以体会啊 这个心中 什么杂念都没有 眼睛还是这样可以看到了 不过不注意去看一个东西 耳朵也听到不注意听一个东西 声声都摆在这里不用 灵光 可是能知能觉的这个东西 本来存在吗 灵光都要重头跟层 体路真常 他身上奔体 本来明白的琴蟹 摆出来在这里 不至于蚊子 你将他的如来也好 将他的福也好 将他的禅也好 这些都是蚊子了 有一个年 什么叫蚊子 蚊子就是女年年女 什么叫女年年女呢 年女就是思想 你在里面想的 没有表达出来叫思想 表达到嘴巴上就叫女年 把这个女年积极楼在白纸上 就叫蚊子嘛 就那么简单 还不是一个东西 他过一个阶段 变了一个样子 明清就不一样 在里面叫思想 思想还要分 思思思 想是想 把思想在里面的 不能在内在的说话 不叫说话 到了嘴巴上 把思想表达叫女年 女年记录下来就是蚊子 他说体力真常不具蚊子 什么都没有 生性污染 因为这个生性本体 不如任何的任务 谁也沾不上 我也沾不上 什么都沾不上 体力真常 这个生性污染 本自圆程 本来自己啊 圆满的 本来自己很现成 本自圆程 什么要说这呢 但你往远 一切往下放下了 不要放下这个方便的话 那自己内在想把往下放下 放下了什么都不知道 无想定就是蚊了 还有人不懂成命 在追 这个还是很奇怪 都讲过了 但你往远 既如若乎 像这样的说法 有理有可证 像这样的说法 也有方法 有次序 有理论 有事是可证的 等等 都称为主来产 主来产 都是一个东西嘛 这可以说 这些风陆啊 与他的教育法 与他的时代方便 与他的地区年龄不同 而差别 那么什么主食产 那完全不同 就跟我们比方法 马祖 该让跟到马祖 这是什么 也牙子 哪里去了 飞过去了 鼻子把它一扭 哎哟 这是主食产 就那么简单 下方怎么样 你去铁块钱 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更了不起的 做风 修法 那是主食产 连你做什么族宅 都无法族宅 无法载视理由 哎 可是你真误得了 哎 哈哈 一笑 完全懂了 那个呢 是主食产 主食产 给你讲的话 用的方法是无腻女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可以载视的 无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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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道理可以载视的 没有道理可以载视的 那是主食的 那是主食的 如来谈一下有腻女 有腻女 有道理可以载视的 所以你要分类问这个东西 讲起来就很多了 你这么一个问题 你不得捏着说 你学问好 啊 文化程度高 就可以学博士论了 哦 学了这样一个题目 写大概二三十万字一本书出来 然后直到老师教个有声望的给你画一个名 慢慢考取了 就是博士又过来啊 千古文章一大头 大客气话 千古文章一大头 都是头来的 啊 这个 这些大概答案是这样 这是练习问题好很多 可是你要注意哦 希望你在这里 这几天当中 不要脑袭这个精神了 好好练习自己 就没有 conteúdo 就没有能够收到obedcal reader 这些什么如来谈啊 那主食谈 这些明项知识问题 很容易解决 没有了不起 就怕你不开悟,又迁悟, 真的证悟了那个生生的灯盖, 万缓,盖痛,你自己都明白了。 要不要来扭一下鼻子, 扭了鼻子好睡觉? 我们现在放餐了,回去休息睡觉。 既然讲到餐中,我们给你餐一个话头, 这个话头也是祖师餐,也是如来餐, 是话头,餐中叫餐话头。 话头的现代翻译过来就是问题, 话的头头,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 那个头上前面,就是问题。 古代的不叫问题,叫话头。 那么在江泽一代讲头发, 说话,拿下瓦头啊,你想讲些什么? 讲瓦头,就是这个话头。 所以祖师餐中是插话头。 什么意思是话头呢? 整天我们讲了禅,整天给你唱个禅话头, 不是念佛祖所谓的一套。 有梦,无梦无想是主人公活在。 有妮女的话头。 我们白天清醒脑子精神好的时候, 思想都能够做主,知道。 做梦的时候呢,虽然做不了主啊, 理论上我们知道, 做梦的也是我做灵魂、做主人公的生神, 去做了梦。 但是真正也不是像白天那么清醒, 又不做梦,完全睡熟了。 甚至可以说,睡得像死人一样, 我这个生神崩停能够做主的在哪里。 这个你找到了嘛,生死了也不怕了。 睡眠就是个小死亡,睡出来就死人差不多耶。 不过还差一点呢,这个来往这口气没有断。 真的睡熟了,来往这口气出去了,不转来,就再见。 还在这口气正来了,不出去,拜拜, 一样就是再见。 就那么简单,睡熟了。 这个时候睡熟了,看看这个话头唱得出来吗? 无梦无想是主人公活在。 摘不出来,一辈子去摘。 有一天摘通了。 不要说你大去大悟,至少有一点道理了。 无梦无想是主人公活在,在哪里。 這個話就不能誇大了 誇大了以後就是這樣 父母未生一切 我的父母還未生 如何使我本來滅目啊 我本來在生命那個東西是什麼 怎麼回來淘汰怎麼別從我來 父母未生一切 如何使我本來滅目 怎麼樣在生活的本來 就像是微物的還是微生的 微生怎麼來 微物怎麼變 其實你這樣寫呢 寫第二個話頭 比較不大容易想錄 我告訴你寫它第一個話頭 無夢無想是主人公活在 至於說 這個就是 剛才我大夫那個同學說的 也是如來彩也是主師彩的話頭 如果正將主師彩的話頭那不好彩的 怎麼算 如何是福啊 什麼是福啊 乾狗屎 乾狗屎 乾狗屎大便 你去參賽 如何是福啊 乾狗屎 你去參賽 即使是福啊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不是问题的问题。 怎么叫做不是问题的问题呢? 以禅宗复法来讲,原始没有这一套什么啰嗦的东西。 任何一个修问,一个东西越到后代来, 后代一来,就越来越变质了,越精细了, 风门别露越多了,本子越叉了。 一个文化也是如此。 所以我常常说,进步与退步,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 同样的一个问题。 人类的历史文明,以科学无知的文明来讲, 越来越正步,越细密。 以文化、精神文明来讲,越来越退步, 越变样了,不是那个本质了。 我们现在不虔诚那么多, 免称同修问儒奈禅,祖师禅, 大家书要看得,那七八乔书啊, 大家看得蛮多的, 所以还喜欢搞思想题。 这是小书概,东产中后来讲到佛教财法的风略有这个事。 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 有八种产,也有九种大产。 你练成,要想捏着,你翻开,我告诉你, 七路免得你去找了,你翻开, 辅修大字典看看,什么是八种产。 人生的日子非常转战。 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这两天乱扯一扯, 扯到什么铲钟啊,等等。 一降铲钟,扯下大乱。 什么说法呢,大家就狂起来啦。 所以说,缠,缠中的缠, 有一个很容易发生的流鼻变成口肘、 这歪嘴巴了,真正的功夫,真正念下瞪雾,一句话下面,大彩大悟的人。 全国以来,几个人而已,不是普遍做得到。 他也不认识,没有出家一切,挑财卖,听到人家念真刚真,听到一句话,他也不认识,应无所助,而生即生,就有所领悟。 所以后来再到黄美,因为他是广东人,那个时候下北方走,黄美在湖泊,到了湖北,见屋主。 然后赴牢狱,鼓祖一看,太出名了,要加磨练。所以给他最苦的工作做。 然后,募列了两三年,再给他讲一次真刚正,所谓三正如石,半月起来给他讲真刚正。 重生讲道 用武所作而生之生 这个时候 这是真正大书 这些是产宗的真实的 公安 从后来 说马祖百战 灵机草动等等以后 念下灯物不是没有人 太难了 太难太难 多变成口头财 不然呢就是业务 更差一级就是业福财 怎么叫业福财呢 就是百战禅师的 时代的公安 后来 昨天讲到百战禅师 以后他在江西 马祖过世了 年盘了 他开堂说法 几千发筒 那当然 这个蒙下是 跟他 拆除的太多了 每次上趟说法 上趟说法等于我们现在一样 这个呢 这个呢不是说三年两个女儿打季风 平时我们就提出来的 令国王都要 种头根成 不过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是这样讲 怎么叫上趟说法 惨宗大和尚上趟说法 就是妙老大和尚 平常 不需别讲话 上趟说法的时候 很严重啊 披上袈裟 正式的 披上袈裟的礼服穿上 前面 这个小河上 钻到坦香楼 两排 好几个 拿到佛城 拿到西藏 然后前面映城开楼 登登 香花凉绕 那等于皇帝出场 那等于皇帝出场 然后到了这个座位上 披上慢慢登座 坐在下面 下面子 不是你们这样坐着了 站到了 披上 当于朝鲜皇帝江朝 既然无声 一点声就能了 披上就开始说法 所以禅宗的大残堂 大残堂 大残堂 大残堂里头过去 不供佛 没有佛 没有佛像 为什么 佛 法 身 三位一体 大和尚 本身就是现代佛 我代表了佛 三位一体 所以佛像 上趟说法 佛像 这两个名字 就是大师 现在给人家听的 一位是预备教 过去教佛像 很严重的 像我们当年 第二次抗战一起 跟日本打仗一起 实际上 就一起 一位是大师 他一人 有什么 是大师 这个是大师 就是大师 哇 也要看 那一位呢 那我们有一个 一个 好 高 那我们有一个 最大师 才能找出 应该实际上 没有 要 就不管 我觉得 法师 这是局变的 法师 也就是 阿塞里的一个称号 阿塞里是教授师 教授两个字出在附近的战律方面 大小里是教授 教授师 就是阿塞里 大阿塞里 大教授师 成法师 现在都预备了 我想想大量 说法就没有说了 昨天你们 看了百丈那些句 你们同学 背来了没有 黑白学出来 那 大教授师 当场的说法怎么样 本人不在讲 不知道 我们小的都看到 彩东大师说法 你看 桌上 那 连光 都要 重处更差 提露正常 不知万字 好像唱正式一样 啊 青青 青青 五月 半字月清 百里 百里 王月 吉 如如 佛 下周 我 我的马 听了半天 不要再告诉我 等于我年轻的时候 在杭州 跑到马脑式土地 是听些大法师讲证 讲一部证 于是我文师各自讲了一个礼拜 什么叫做如 如 如是这个 应这么多 如是什么意思 要是如来如法 反正一大杯 啊 听的下面 像我那个小二十几岁 很想找个复发 这个什么东西 越听越想睡觉 他讲的我都听懂了 但是做的都没有必要 一个如日 一个如日 将来两天 如是 是 讲了半天 一个我都发挥了很多 一个文字 这种讲真 方式 在一百年前还可以 因为教育不普及嘛 你这样一个子就 古往相扣呀 慢慢展示 表辞 修文都 这个法师讲得好 大家都不懂嘛 下面听证的人呢 知识程度是什么程度啊 斗大的 自然不过认识一个 把两个的人 你这样讲可以 你高度知识分子 听你这样讲 哎呀 太受不了了 所以啊 每个庙子呢 每个庙子呢 开始都要多很多 进来的 但是都是年老子 年纪大的 最后呢 最后呢 剩下来每个庙子啊 都是这个老太太 所以我就批评 每一个佛教的庙子 一进来一看 男女的多于男的 老的多于少 最后剩下来五六个老太太 经常来的 都是这个 一到了铁局教堂 基督教堂 一开都是年轻的 而且都是讲阳文的 而且每个活伯伯的 到了佛教庙都开 每个史成城的 都是老太太 然后都 不是说老太太 不对啊 他自然就像一个木器 就是要太阳下山 那个味道 陪着徐勇 老皇上 别生了 师父啊 乖 在重床讲法 讲讲我们 他的弟子 归于他有多少 说不清啊 哎呀 每次一归一都 密密麻麻 归满了 人都是 那么去发明什么 宽度背 宽度背 你原来叫什么 我原来叫 哈不冷 那就是宽哈吧 你叫什么 你叫冷不哈 你叫宽冷吧 发生乱七一灯 我都是归的 至于这些 这个 这个 公嘎 佛夫也是我师父 这个没叫的大师了 出来那些人 哦 多了灌灯啊 灌灯灌不到的后面 怎么办呢 哪个主管主 头上一撒 哦 都是灌了灯了 都灌了灯了 灌灯了灯了 灯了灯了灯 灯了灯 灯了灯 灯了灯了灯 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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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是老和尚,上座说法了。 这样才到,领阳, 他的父男强,我也说不来, 领阳挂个五中计, 一人动手满太时下座。 我说,师父啊, 你这一套,我说你手里交出了几个啊? 哎呀,末法时代根基不行了, 所以他都交往他念乎, 我说师父啊,他的根基不行啊, 是你的手段,不对啊, 我跟他来乱讲, 别人说不敢闹, 一个龚家河湖, 龚家河湖你们没有见过那个师父, 西藏的, 红教白教华教皇教的大师, 那这样是什么? 骨子呢,给我哈高, 一骨, 高三分之二, 我说,我手要这样摸到他的头, 身体这样宽, 他一天倒是盘足坐在上面, 难道下来走一下, 走一下我在他旁边, 我变成他的手工了, 他手正好放在我头上, 哈哈, 我说师父啊, 我好像变成你的手工了, 他就笑, 那么快, 那么大一个骨子, 一天倒是盘足在上面, 那, 后来我问那个师兄, 你跟他多久了? 四四年, 我说我们师父有个什么长处啊? 那个西藏的, 我说什么意思? 叫做战役给他等? 我不知道啊, 这位跟他的师兄啊, 我们叫他包包拉玛, 这里有个肉包包, 不是贴身的, 他贴贴拜扶, 那这个地方碰地下, 懂啊? 懂啊? 这样抠头, 抠出了一个包包, 他又, 他又贴眼通了, 知道吧? 他说你问这个问题答不出来, 我说你想想看嘛, 你跟他四四年在旁边, 他说我二十年, 我跟他四四年, 没有看他罚过一次脾气, 哎呦, 我说这还得了? 这就不得了了, 因为公家师父不法脾气, 什么一个态度, 永远是这样, 永远是笑的, 有时候我们问他问题, 特别刁难, 古怪, 他还得笑, 不像我一动作骂人的, 那这两个方式不同的, 他说, 我说, 这么点, 你看他四四年, 你没有看到师父法规, 他指的什么事情, 他说, 我说, 这句话就够了, 不要再问了, 不像你们这样, 问东问西, 他说, 他在这鼻子怎么样, 鼻子下下的, 九鼻孔呢, 九鼻孔也是朝向的, 右鼻孔呢, 更朝向嘛, 都罗嗦, 问问题, 就要得抓, 就, 问一而知识啊, 所以将禅宗, 乱讲, 白杖禅师向唐出发, 有一个老头, 每次他说法, 就站在旁边听法, 听了好久了, 有一天, 白杖禅师突然动念, 咦, 很奇怪, 这个老头怎么每次说法, 他都很诚恳, 站在旁边听, 大家都出去了, 这是残堂哦, 书法是书法堂哦, 丛林下, 残堂是残堂, 书法堂是书法堂, 书法堂是书法堂, 说外书法堂, 从现在讲库堂上库的, 白杖禅师, 他一个人还留在那儿, 白杖禅师就过去了, 你怎么慢慢走呢? 师父啊, 他说我不是人, 你说什么? 他说我是个佛律经, 白杖禅师听到也不稀奇嘛, 佛律经也好, 鬼也好, 妖也好, 怪也好, 还不是一切众生之一, 平等平等, 哦, 这样啊, 为什么是呢? 你在这里不久, 看我请师父给我解脱, 他怎么一回事啊? 他讲了, 五百年前, 我也是个法师, 是个求家法师, 善于说法讲证, 因为讲出来一句话, 就是一个字, 这个年报堕落过了五百年的佛律生, 所以叫叶福生, 因此请师父给我解脱。 白杖禅师一听, 他说, 怎么样出的呢? 他说, 当时我做法师的时候啊, 有人问我, 大修行人, 很大修行的人, 就是大菩萨修行, 大修啊, 道理啊, 福修啊, 在律啊, 都很好, 到了不起了, 不是普通啊, 大修, 怀罗因果佛, 佛法的基本是三十因果啊, 六道冷, 大修行人, 你大拆大物了以后, 等于说, 何修不修因果律的居修呢? 那反正确实话, 对不对? 反正对吗? 不要随便打我, 打错了, 小心哦, 就福利不好玩了。 哼, 他说, 有人这样问我, 白杖禅师说, 你怎么打呢? 我打的不修因果, 大修行人, 人家问的, 大修行人叠叠一句弄好吗? 快乐因果佛, 佛。 他说, 我打的不修因果, 就在脱不了。 你要说, 当法师说法, 换句话, 当老师, 法师, 不要说讲俯法, 普通做一个教育工, 修盖的老师, 我们小的时候, 所谓听的, 给老师的, 朱老师的门口, 挖一幅队子, 这个, 不正师征, 天居地灭。 不正师征, 不正老师, 不正师父的话, 你会天居地灭。 但是, 周老师的无人子弟, 难道女长。 你的狗包好带了, 所以, 你以为教育, 好办教育的, 但无人, 把人家的交错了, 随便办手下, 周老师好做的。 无人子弟, 难道女长, 这种运挂。 要去做法师, 一个都打错了, 五百年做叶夫针了。 啊, 大师一听, 这样。 好, 你问我, 这位老人家就来了, 这个, 正师征发了, 跪下一拜, 站起来, 公正和讲。 师父, 请问, 大苏生人, 快乐因果吗? 百姜彩叔叔说, 不没因果, 不没因果。 没因果, 没良心就是这个没。 譬如说, 我去放在你, 哪里接放, 然后我终于回来, 再问你哪, 我家里要用, 要吃饭的。 这姑娘过了好久, 我回来问你, 你说没有啊, 你几次放在你, 就跟我去了, 明明就说没有啊, 你几次呢, 没来良心的接起来。 所以有时候呢, 土话叫没良心, 不是没有良心, 是这个没良心, 把这个良心暗昧起来。 你看, 他原来打得不落因果, 肯定的。 在当时还是说, 这样嘛, 你问我, 大苏生人话说, 不没因果, 没有否定因果。 那么不落因果, 就大苏生生, 否定来因果。 他没有否定啊, 可是就是说, 因果对他没有办法了,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们在成都的, 我这些老同学来, 我这个老苏生来也不知道, 我在成都当年, 我的老师还在, 在往苏越, 那个时候, 来到二十多个大湖上, 我还在二十几岁, 请我吃饭。 那个饭不好吃啊, 我老师, 我这些人就讲, 远先生就讲, 嘿, 怀疹啊, 请你吃这个鸿蒙叶呢, 鸿蒙叶。 有一个同学讲, 那是单朝复会啊, 你去吃饭。 你去吃饭。 结果这些大荒原物。 吃了饭, 就问我, 要我讲佛法。 讲了以后, 问我问题。 那秦拉夫也谈到这个, 秦拉夫得了, 还受英国举手啊? 我说, 当然, 不是举手, 就是不满英国。 最后是, 那怎么呢? 我说, 正得, 佛提是英。 。 正如年盘是果花, 依然不利英国。 这个老侯爷们, 大家想佛讲。 总算拿一叉树, 再把人家撇了, 吃得很开心。 所以你说说法。 好, 回转来讲。 白江禅师这一句话, 当然讲的声音很肯定的, 不满英国。 好, 这个老侯爷归下。 好, 师父, 我得摘脱了。 已经摘脱了。 罪念消除了, 我已经不是要他大相伴。 所以智慧的摘脱, 理念的消除了。 热前雅夫是入书没有拥有的事, 所以今max,… 请你到后山 白掌山的后山 那个洞里头 帮我捎话 说话就斯拉斯提出来 这后捎 但是有个要求 你不能一路看我 一路 因为他是福利生 现在看到这个人 可是他功力多高啊 那个他前生修行的功力还难过 可是你真正的身体是一条福利 他说师父你明天 到后山山中听我消化 不能一路看我 还是要以比丘的利益 给我消化 因为他当年是比丘嘛 说法错误了 所以变成业福征了 白掌山是可以 这个对 叫普通讲战律 这种怎么可以啊 这些大师们 战律不同啊 他通大得很 所以他也要求不要一路看我 你不要看我不是人 我还是出家比赦 这些大师那种 给赦 你把自己啊 你把你带这个 你我们也要求 我这个 我发现 我身上 都没有讲 大家都不晓得听懂 跟我到后山去 留一个比丘故事了 一起去送上烧画 到那里山洞 一找一套府里小水牛那么大 然后把张产师用比丘的女士聚合烧画 所以财中本身满人叶夫财 就是这个跌过来的 刚才宋伯讲到这些叶夫 我说要查过来 你翻开夫主旅代统计来看 我们唐宋一切一百人修行 你像这一个法师说法错了 也不够备五百年的叶夫真 复理的身体 但是他可以变成人来听法 这是什么本事啊 或者他的定会功率是很高的 不是简单 但是你定也好 会也好 神通也好 你什么功夫再高 有一个功夫最伟大 你突然的 这个念 这个念报 这个念力 所以唯有把自己的念气 念力的吸气 转变了 这是征收神 不然你神通俱就逃不过念力 所以我告诉你们 西方三顺 中介阿弥陀佛 主别站的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忘记了 右边这个塔菩萨 这个菩萨一来 阿弥陀佛也没有办法不批准了 什么不啊 大势至菩萨 这一股势力 一到的话 谁都等不了 那个历史要转变 那一股大势至一来呀 抢黄虎奔提呀 你什么都等不住 这叫大势至菩萨 人要到死的时候 你们这些大医生 打精吧 吃药吧 他大势至来了 那只有个什么 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佛教这些标记啊 佛像你就看清楚了 大势至菩萨在反复代表了这个 聂力 这股力量 在菩萨是代表悦力 那么伟大的一股士 是 什么叫死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懂吗 你一定懂 你很聪明啊 什么叫死 我告诉你 你看到啊 这个东西重不重 不重啊 很轻啊 对不对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 我都在那平民地转 眼中当得很凶 要打你们哪个头 你们全体都要看到 如果我飞车来也打 不晓得打到哪个头 大家都要躲开 对不对 啊 这个叫死 如果真正打下来在这里啊 随便一个小孩子哪来都可以还 他就死死了 屁用都没有 这样叫做死 你懂了吗 一个最小的东西 等它在转动 那个力量很重的时候 等于说在我们顶上掉了一块石头 只有四两钟 如果在上面旋转 掉到我们满堂一两百人 一两百人都要躲开 给老子打破我的头 那还得了啊 诶 等到这块石头落了地啊 那它说了一百万 它只有四两钟啊 可是在它旋转的时候 它的威力就不是四两钟了 那个叫做死 所以当你生命的捏力 还存在着转动的时候啊 你怎么收心 你心里想 像你们年轻人 心里动啊 念了啊 想下山去玩玩啊 怎么玩 当然大家不要说明了 那个时候 哎呀不得了 我要犯罪了 不行不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阿弥陀佛都拉不住啊 它那个大师子来了 对不对 所以到家要你 这个罗汉里头要降龙虎虎啊 你们年轻那些和尚 那个蒙虎要下来吃人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不要动了 不要动了 拜托了 不要动了 来不及啊 不要动 不要动 它蹦跑出来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大师子菩萨 你要看通 现在我们讲了半天好好吃力啊 因为你们都太外行 所以我讲得那么啰嗦 如果都是内行 我就不要这样啰嗦了 我也是年骨报应 你们好好做啊 如果不好 来生变我的嘴巴 也是这一辈子一样把你用死了 我们 刚才晚上早上开始讲一次 这两天讲禅宗 托得大家都乱转起来了 所以惨不要多讲 讲了半天不好好用功别狂惨 别狂惨也好 就怕变了野狐惨 因此我们要回转来 好好昨天有个同学提起问题 祖师惨 祖师惨容易走上野狐惨 狂惨 我们走如来产 规规之句讲书行 做功夫 慢慢打财打物 简单告诉你 如来产 规规之句按部就班 有理路可从 有功夫可正一步一步来 见书 而正悟 祖师惨 学正悟 见书不见书 再谈 大凯同路这次 这个用不着在哪里转啊 转来转去得修胜无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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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б